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hy 很感謝大家最上一條環保片的支持 很多人都留言說 好好看, 有啟發 連大學同學都在WhatsApp Group分享給大家 很多謝你們 難得這麼好反應, 成勝追擊 來到一條環保2.0的影片 介紹最新的回收點情報 個人經驗 有興趣都可以按右上角的資訊卡 補看上次的環保片 而今天的內容會列在 Timeline方面, 你們直接跳到有興趣的部分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吧 今年3月份 IKEA的4間分店引入了 8部資源回收機 包括入瓶機, 旅館 和紙包飲品盒回收機各一部 主打有想回收 而每件的回收物都可以有一毫子回贈 換句話說 就是回收等於錢 是不是很吸引呢? 實際操作就是這樣的 第一, 確保所有的回收物已經洗乾淨 和風乾好, 保持原油的形狀 入瓶機就是接受 250ml至1.5L膠瓶 另一部機就限於 500ml以下的鋁罐 375ml的紙包飲品盒 記得要先移除飲管和膠套 展開紙盒頂部 第二部就是 就是點擊螢幕 八特通卡去啟動機器記錄 第三就是放入回收物 機器會掃描上面的KR Code 去變形種類 最後你按完成投入 回贈就會增值到你的八特通卡裡面 而每一張八特通卡 每天最多可以得到2元的回贈 就是大概20件的回收物 雖然2元真的不算很多 但盛在它位置比較方便 環境都很乾淨 論吸引力和經濟影響 都的確是比較大一些的 不過回收機的操作 也有少少複雜 當日我們把回收物 放入機器之後 不停顯示錯誤 而輸送帶一直都不動 我們以為它掃描不到 又重新拿出來又放進去 最後差不多用了10分鐘 才學會它怎麼用 原來我們想太多了 只需要放好在輸送帶上面 等一至兩秒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之後用就留意了 第二個就是回收便利點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在陸在驅基計劃之下 有細分為 回收環保站 回收便利點 和回收流動點 而上次介紹的陸在沙田 就是屬於回收環保站 而以下介紹的回收便利點 性質和前者都很接近 也可以回收一般收息筒以外的物品 但我會形容它為一個 進階版的回收點 第一 它的位置非常方便 根據環境局 是今年2月最新推出的 香港資源回收藍圖 2035家 定位是為市民大眾提供 相對就近的回收途徑 主力是支援人口密集的地區回收需求 尤其是單棟大廈和山門大廈的地區 而選之上基本都是一些地譜 遍佈了香港的18區 如果想知道你家附近有沒有回收點 可以參考下面info box 我寫一條link給大家的 第二就是 綠綠相職分卡 在回收便利點 原來回收還可以好像買東西一樣 儲分換禮物 對我來說真的很吸引 實際操作和禮物到底是什麼呢 現在就告訴大家 首先 回收點是接收8種回收物 只要你回收不少於2公斤的回收物 就可以即場申請一張綠綠相智能職分卡 日後你提交回收物的時候 只需要出示積分卡 或者印在後面的QR Code 就可以賺取相應的66相電至積分 去換這些禮物 而積分的計算方式就是這樣 以下物品就是以公斤為單位 由10分到80分都有 每種回收物有最低回收量 留意一下 如果回收物的重量低於最低處理量 就不會有積分 當然 你也可以純粹帶回收物去自助回收 而4點16就是以每件為單位 就可以有10分的積分 在禮物方面分為 乾食物和家居用品兩大類 個人覺得相比IKEA的回收機 這個計劃誠意就比較大些 它將回收這件事 系統化、現代化 最重要是有獎商計劃 我們可以透過儲分去獲一些實體的禮物 令我有動力去做好回收這件事 第三就是它的裝修和設施 這句好像有點廢話和表面 但也因為這個因素 我對回收便利點的第一印象是不錯的 因為它店面一個簡約風格 我一度以為它是一間咖啡店 它擺脫了一般回收點 很髒混亂的印象 有些飲水機 桌椅可以讓你坐下 洗手盆可以讓大家洗乾淨的回收物 也有專人去指導 論這個硬件 軟件上 都比一般的回收點做得好 另一個就是乾淨紙包回收筒 如果你平時會光顧商場的超市 都可以留意一下有沒有這個 由維他奶推出的紙包回收筒計劃 順便帶點去回收 而它們就會被送到喵喵貓方 提出一些紫纖維的原料 再製成含水量達到五六成 好像燕蜜的濕漿 再運到外地加工製成紙品 而工廠其中我最出名的產品 就是它的赤紙 原材料來自於它的紙包飲品盒 有興趣也可以上他們的官網去了解 環保也算是我從小到大 家庭教育的一部分 小時候家人就會要我做好 肥物分類 在家產生的膠紙都要分開 所以回收到來說 就好像呼吸那麼自然 其實到現在我也在保持這個習慣 不過人們逐漸長大 就會集中到不同的人 事物和價值觀 在中學的時候 我每個星期最少都要買一件衣服或者化妝品 可能是五十元一百元 大多數都是跟風 或者覺得擁有那件東西 可以有這個認同感 而我每個星期都會有一些零用錢 但我也是剛剛好一定要洗光 是名符其實月光 導致我的衣櫃化妝櫃長期都滿載的 但當時都覺得沒問題 或者會滿足 因為我還想要多一點 而轉移點就是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是讀有關環境部的科目 上課的時候會了解到很多環境議題和政策 而我做過兩次實習 工作內容就包括 搜尋當日機構的新聞文章 去沙灘撿垃圾 收集和處理法寶膠 而透過這兩次實習 我的確都感受到 原來現代人的生活 真的非常非常消耗資源 我們生活中所產生的一件垃圾 背後所付出的環境代價都可以很大 另外我也要親自去到街上去收拾 最大工場去分類處理 所有貼在發布膠上的膠紙 骯髒東西和昆蟲都要清除 也要定期檢查工場的衛生程度和溫度等等 因為工場沒有冷氣的關係 我每切量都有30度 其實我每時都覺得自己很精熟 做到大汗到小汗 其中一天搬搬搬搬搬搬 我心想我兩天都要跟小強說Hi 都是一些加上便飯的事情 回想起都覺得真的很辛苦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以自己堅持 我不是抱怨的 但我覺得這個經驗真的很寶貴 因為我可以到前線做一些很實際的工作 也的確改變了我的心態 是更想為地球出一分力 聽我說 我在做第一間實習的時候 都上過Media 你有興趣也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報道也還在 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喜歡回收環保 而我自己就會主動承擔家裡回收事務 做最後的搜换員 就是檢查一下回收的物品是否乾淨 也定期會撿走他們 基本上我也不會麻煩家人做 當你每天去做 去示範 他就會覺得原來環保是很容易的 就會去試一下 當然中間可能會有做得不夠正確的地方 但只要你簡單去指導一下 引導一下 他之後就會做到 正所謂積小成多集約成求 並不是要求少數人要達到完美的環保主義生活 而是大多數人擁有不完美的環保習慣 不過今天我就不會講這一類的 topic 因為youtube上已經有很多很多人做過 例如抹羊子 他就很出名說斷死你 一個代字就是說環保生活 這兩位youtuber的內容都非常有意義 當然如果有人有興趣聽我說多一點的話 都歡迎你留言告訴我 在這裡也延伸一點話題 希望大家有成一個良好的消費習慣 認清了你的需要和喜好才去求買 其實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 正如錢也不會從天上跌下來一樣 有成一個良好的購物心態 對你日後的理財資源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我們的商品日新月異 加上社交媒體很盛行 也很容易令消費者有錯覺 就是覺得我需要這個產品 無論多少錢我都要買回來 結果就出現如光軸 入不敷枝的情況 衝動消費的下場就是自己根本不喜歡 然後放在邊封塵 又浪費錢又浪費資源 其實洗錢我覺得沒有所謂對於錯 看到一件很心動的東西 不妨你做多一點功課 看看別人去開箱用口感 好像上一段影片有提及過 一星期的購物冷靜期 也是一個很有用的方法 也鼓勵大家要定期去收拾屋 檢視一下你家裡物品的貨存 相信都找到不少的寶藏 一些單價的產品 例如在二手平台 可以在carousel買 交換出售一些不再用的物品 一來比較便宜 二來也比較環保 當二手你不適合的時候 都可以嘗試先儲蓄後購買 好像我現在用這部iPhone7 雖然發表的時間是16年 但我是兩年後18年才買的 它的價錢當時買已經跌到5000元 但最近我看好像需要2500元 真的很誇張 除非你覺得自己很需要年年換新機 否則我覺得大家都是同一個系統 等半年到一年再下價買 其實也是一個省錢的好方法 最後一部分就是追加環保產品的分享 第一個就是這個one step的不鏽鋼飲館 是38元 因為我和男朋友都很喜歡喝珍珠奶茶 但有時候覺得飲館只用一次 就好像有點浪費 所以就決定買它來取代一個膠飲館 我知道有些人喜歡玻璃飲館 因為清洗比較方便 也很輕易看裡面有什麼位置髒了 但我自己個人覺得玻璃很容易碎 也很危險 經常都會怕不小心吞下肚 所以我最後買了不鏽鋼 你可以加一點洗潔精去洗就可以了 但唯一不太方便 就是如果你在街上喝完 就不一定可以馬上有水理清洗 但我覺得又不算很大問題 我可以戴在自己的袋裡 而下一個就是這個soulwood的環保卸妝棉 它有8塊的 因為我會化妝 有時候我也覺得用一些積氣卸妝棉有點浪 起碼你也要用4-5塊才洗得乾淨 而每次去旅行都要戴一大袋的卸妝棉 所以我決定買這個來取代 我覺得也挺好用的 你倒少少的卸妝水 再卸走財妝就可以了 你卸完一邊 另外一邊倒多一點 又可以再卸 用完之後過清水 就可以洗走7-8成的髒東西 最後你再用洗手液 這樣搓那塊臉 再放在這裡風乾就可以了 不過風乾的速度 真的非常非常慢 我初期用的時候 我就放在浴室上風乾 可能7點 日晚7點就開始等它乾 翌日的早上都還沒乾 最後我只好放在浴室補下面 大概1小時左右就乾 但其實這個方法有一點本末倒置 變相要用電去令它風乾 而且這塊布你看到它的質地都比較粗糙 你卸妝的時候很容易拉扯到皮膚 其實用了半年就已經扔了第一塊 因為它會有一點殘留在上面 而且它有個不好處 這塊新的就沒問題很漂亮 你多洗幾次就變成這樣 就是很噁心 全弄了 我們這些原味主義人 就覺得很不漂亮 不過用到就OK了 我覺得不要緊 那今天的環保2點名就來到這裡了 分享了回收點情報 生活歷程 消費心態環保產品 資訊性也很高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留言 讚好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拜拜